好,现在是我们的营地的帐篷里面,下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帐篷里面通常是什么样情况,像往常一样,我们的咖啡机永远都是有义工来喝咖啡,然后呢,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新闻记者在我们这边做采访,我们这边很安静,喝咖啡,所以新闻工作者都喜欢在我们这边做采访,然后呢,我们今天接待了一位刚刚从乌克兰逃出来的一个 中国大哥和他的乌克兰的太太,然后他们在我们这边刚刚精魂未定,家里的房子是五间房都被炸掉了,他们从4月7号一直到现在一路辗转反侧,刚刚到我们的帐篷里来,看到我们的义工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激动,然后他们来这边喝咖啡,然后有吃饭,等一下会安排他们去酒店去休息一下子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